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美国国防部主席少数在美国成长的年轻无证移民 以服役的方式换取成为公民的计划 上个月出现了逆转 为了避免与共和党发生冲突 排工暂时对这项计划喊停 所以今天节目现场特别提到 一名律师申春平申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谈谈这个 以服役换取成为公民的计划 同时还要再谈一下 其他的一些和移民相关的议题 申律师您好 媒体您好 各位凤凰卫视大家晚上好 申律师我想先问您一下 就是说这个移民的紧急人才征兵计划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说 它只是会适用于老末比较多 但是后来因为做节目的关系 我上网特别查了一下 我发现其实美国的这个 紧急人才征兵计划 它在2009年 2012年以及2013年 有三次事实上也在中国开放 然后有不少急于办身份 或是就业困难的华人跟学生 都非常积极来应征 所以可见这样子一个计划 并不是只有老末才会去充分的利用 咱们华人也很多人 在做这样子的 试图申请他这个公民身份的计划 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个计划 目前暂时喊停的话 那么就让我人家不免开始的忧虑 就是说其实美国人在对于 这个移民政策的决定之前 他们都是经过审慎的考虑 那这么重大的这个计划 突然喊停 是不是代表美国即将 这个移民法案要出现 很巨大的变数呢 不会这个是这样 我们看出呢 首先感谢美琪把这个话题引出来了 这个实际上我也是想 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美国的移民法 大家知道的所有范畴之外 还有一些特殊移民计划 但这些特殊移民计划呢 有的时候呢 不是说大家知道很清楚 像您讲的这个事情 我就不是说的很清楚 所以说呢 所以说做了20年的律师 也不见得就是 比您查一下Google好一点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事情 您指出这个事情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 就是说呢 大家要关注一些呢 有一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美国移民法 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 我简单举个例子 在这个东欧解体的时候呢 美国实际上 给苏联开了一个特殊移民计划 但没有几个太有资格 当时美国呢 需要急缺核物理人才 当时呢 就是在这个柏林墙倒了以后呢 美国有一个计划 就是欢迎美国 欢迎俄国的 有核物理学位的科学家 可以到美国来 但是他是第一优先 那这个呢 这个您今天讲这个事情呢 有过这个事 就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 当时美国比较紧缺这样的 这个双语人才 对吧 懂得阿拉伯语和懂得那个 懂得那个英文的人特别少 其中我一个朋友哈 就是他原来在阿拉伯语 就是在埃及学过 他当时美军找不到几次 但他也是公民了 就是他那样找得特别近 所以有一部分呢 有这样特殊人才的一些 特别是双语 美国的双语看得很重很重很重 那他呢 经过一系列的考试 对吧 就可以到美国这个部队 当然原来部队很严 美国部队呢 其实 因为他不是志愿兵制 也不是义务兵制 他是一个木兵制 台湾和大陆都是志愿兵 I'm sorry 是这个义务兵 你要进义务 对吧 台湾比大陆还厉害 就是你到了18岁 一定要去当这个兵 大陆呢 也是义务人 大陆人多 美国呢一般是一个木兵制 就是说呢 你招兵 你来 你没有义务 但你可以来这儿 争到以后 你中了财以后 你可以 因为美国兵呢 待遇很好的 就是你在部队的时候呢 你有这个薪金 我们还有Veterans Hospital 最近有争议 就是退休以后 你有专门的服务你的机构 特别还可以上大学 这个可能对很多华人呢 我们见了很多大陆来的 这个年轻人 上了美国两年三年 男的女都有 他们来以后呢 可以有一个去上大学 也不上大学的话 他们可以有这种什么度假呀 当海军的几乎全世界全跑遍了 所以美国的实际上呢 大家要制造一个系统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锻炼人的系统 我去面试公民的时候啊 有一个小伙子是大陆来的 他爸爸跟我讲 他没当兵之前 天天就只上网 除了上网什么都不干 每天睡到十点半 当兵以后呢 整个人就变了 他是在一个航空母舰的 做那个做饭的那种 他不是做饭 就是在那个后勤的保障里边 super white的 他整个的气质感觉 就一定就换了个人 我个人认为 如果大家有第二代 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 可以试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现在麻烦呢 他一般要有旅游卡 或者有公卡 那有的时候呢 他因为急缺的需要呢 他就开个一条路 特别打仗的时候 没人去的时候 对吧 我说要来和当时很多是当那个步兵的去 他是给你可以直接去 到这个部队打仗 你提醒你就可以 很多人叫火线 就是入了公民了 这个就跟我们大陆刚才讲过的 大陆有句话叫 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 我说在美国好男一定要去当兵 对吧 当了兵以后呢 我是觉得比那个 上个什么college啊 就是要好很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透过这条途径 来申请合法身份的话 他其实是不是比其他的移民项目 更容易更快的拿到 很快 就是他很快 而且呢 就是说我建议啊 这个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 有多快呢 有的时候快的话 一两年之内 他就给你解决了 他呢 我看呢 他这个 而且是他有honor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呢 有过那么一次 就是说呢 他的长官哈 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 对这个美军那个司令部 发的任何的带有那个美军信头的文件 都特别看得很重 说你要是穿一个军装去interview 可百分之百贵 对吧 他 而且那个移民局的一半的那个人是部队下来的 就他们有一种棒 就是说我是移民官 我自己原来海军部队的 我自己呢 一看他都是那种部队的 照顾自己人 对 他一看你当兵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都被鼓励不管亲属移民啊什么移民 只要你穿个军装 你能穿上你就去 这个东西呢 因人而异 但我确实有过几个案例哈 就是他们到的征兵站 我建议最好的办法是到这个征兵站去问一问 他有的时候征兵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因为美国这个征兵不是 就是你只在广告看了什么一些广告对吧 Almonte有一个征兵站 对吧 他那个有征兵站 你就可以直接去征兵站问一问 就我想资格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 就他够资格他也不知道 所以你那天讲这话呢 我就建议呢大家上网看一看 因为这个东西 他呢 我知道这你就是我也查了一下还是暂停 但暂停他没有终止 就说呢美国就以服役换这个国籍 就会美国公民 这个事一直在做 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大规模在做 也就是说你大部分无证据 另外他要求你没有犯罪记录 要求你 我知道现在好像开到就有公卡就可以了 你有公卡的美国工作许可 但是呢至于绿卡是原来是规定的 现在放松了 特别伊拉克战争以后是放松这条路了 我愿意呢就是如果 还有年龄也有限制 18岁到35岁之间 对 其实如果他开放到35岁的话 这个开放的关卡其实也是挺松的 因为你看如果今天你35岁去申请当兵的话 其实年纪都算是有点大了 但是美国还是愿意接受 就表示说他其实蛮需要这个懂得 另外一种语言的人才 还有一个他一些技术兵种 对吧 这些技术兵 因为美国这个部队跟可能世界大多部队不太一样 他常规不太不太多 都是要不然就高科技的啦 通讯啦 不是都是对所有人有很多详细规定 那我们可以呢就是在这个 比如下次我做一张比较好的设计 再跟大家share一下 好的 那我另外想知道就是说他现在虽然这个计划喊停了啊 可是并不是完全取消 但喊停基本上也是在这个移民政策上面也做出一些改变啊 对那你觉得除了这个以服役换取成为公民的计划 受到挑战之外 其他的这个移民的法案是不是也会相对的受到挑战呢 最典型的是这个所谓的打法 就是那我们两年前讲过这个事情 就是奥巴马总统在第二期连任到 刚刚连任的时候他说给了两年 两年以后呢就可以有绿卡 就来美国十五十六岁以前来美国的 在美国拿到高中学位 这个或者是当过兵好像是 这个我就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就说呢你可以来留在美国有公卡 但是呢你可以呢暂时不回国 那这个又延期了 因为毛帽他四年嘛 他当时给了两年他延期 这还是一个好消息 别的呢目前来讲呢不是很明朗 因为特别是最近有一个消息 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就是在南部啊 在墨西哥边境 现在有很多这个非法移民小孩 就不断的在来 当然最近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呢美国最高法院呢 以这个五比四呢做出一个判例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小孩到了21岁 你过了21岁了 你的排期到了亲属移民派 你要重新回到对吧 举个例子就说 他本来呢他爸爸妈妈帮他申请的时候 他可以算美国公民的小孩 等到排期到了21岁了 21岁就算了美国公民的 成年人 成年人就要排更多两年 那这个实际上奥巴马总统 当然他也没有把小孩的口子开得那么宽 他就想给一部分人这样做 那最近这个判例就说呢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这不是一个保守党的一个胜利了 也不是共和党的胜利了 就是说法案来解释当时呢 整个奥巴马总统的初衷是给哪一部分人的benefit 后来扩大了很多了 什么庇护的了什么 都是21岁说我们以前申请的呢 就是这个是2006年一个法案 现在等于把这个法案重新解释以后 给narrow down 就是把那个人口都变小了 据说呢 现在很多小孩从那个墨西哥边境过来 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比较这个 不能说保守吧 比较共和党比较重的这个Fox News 你要看Fox News 对这个奥巴马总统的移民政策 颇有为辞 就是来了很多人 那看的确实很吓人 然后抓了很多人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 奥巴马总统最近因为有些很多别的事情 对吧 伊拉克战争啊 叙利亚这个欧盟那些事 他就等于是一旦呢 他压力大以后 这个移民的生意就越来越小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 因为他连任可能还有两个 那所以您刚刚说的 这个21岁的成年人的话 他这个时候如果拿到合法身份的话 那么他是 如果他要面试的话 他得回去他的申请国去面试是不是 不是 他呢在申请国面试 有分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他应该是在境外 对吧 要在境外 对那你们不好意思 你过来一次重新排吧 重新再排一次 或者排到另外一个category里边去 这个是很大的变化 对可能会影响到十几万人吧 好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请医生律师跟我们谈一谈 更多有关于移民相关的政策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节目现场 那么现场请到的嘉宾是申春平 申律师 申律师我们刚刚在进广告之前提到的就是 上个礼拜发生的一个移民政策大逆转 就是说原本可以利用服役来换取公民身份的 这个计划暂时被喊停了 那么刚才上半部 申律师也跟我们解释了很多 应该怎么和如何应对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 到美国生小孩的孕妇 然后所以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法律条文上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字 我们必须要了解 比如说有一个叫 pre-conceiving the intent 这个叫什么预设的意图 为什么这个跟你来美国生小孩会有关系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 大家在电视界方面也要注意看 我知道你周围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啊 亲戚啊在问这个事儿 其实呢 从移民角度来讲呢 从入境到离境是一个像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 就像一个一个半圆一样哈 我呢今天就是从这个入境开始讲一下 希望讲来讲到出境哈 美国在大家知道哈 这个不管你七天来美国 你到美国来美国的时候 你都要到领馆去拿一个签证 这个签证呢是谁来发呢 是美国国务院驻海外的领事馆发的 那发的时候呢 一般他有一个面试 面试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 你到美国去干什么 第一句话 你到美国干什么 是吧 一个白人他会说中文 没有但没有四生对不对 你当某敢 我到美国去旅游 到旅游 好了 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呢 现在目前这个孕妇来的美国的时候 他看不见的 实际上有些也看见了 他说我到美国去旅游 那天真现在很松 因为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 希望大洲来这进行投资生小孩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视耳不见 但是你真正的意图是去美国生小孩 你跟美国移民官说 我到美国去旅游 好了 你坐了飞机从北京出发到了洛杉矶了 洛杉矶下官来了一个古土安检部的海关执法局的一个人 讲他看你怀孕了 这因为你就三个月了吗 他说你到美国干什么来了 我到美国去旅游 他说你怀孕没怀孕 这个很关键 如果你说怀孕了 我要美国生孩子 70%不错 他会让你进来了 而且甚至给你三个月 给你半年 还有一部分我就没怀孕 我到美国去旅游 OK 或者我怀孕了 但我还要回国 这个时候呢 有两种情况 一个的会叫 一般会叫你到小屋子去 叫Secondary Interview 很多 现在洛杉矶最近很多很多 去以后他会问你说 你怀孕没怀孕 他怀孕了 他说你来美国干什么来了 我来美国那时候旅游 我就是来旅游 那你怀孕怎么办 我要回去 他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你实际上 他给你定义 你欺骗美国政府 很多时候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叫 当然这个不是说 你骗了很多钱 对吧 是一个小的Civil Fraud 你欺骗美国政府 就根据这个 他说你欺骗美国 就是你在入境 签证那一刻的时候呢 你实际上到美国 是来生小孩了 就叫Preconceive Intent 你真正的意图 就是藏起来的意图 是来生孩子 现在你告诉我 你不是来生孩子 你说我来旅游 那这个就是一个 目前很多很多 我们见到这个案例 就是这么一个案例 他就说你来骗美国政府 给你有15天 给你30天 给你两个月 但如果你进来的时候 你肚子不是很大 那他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骗他呢 不 他问你啊 他有一半 相信我 有一半人说 我就是没怀孕 真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就 老老实说 你怀孕不就好了吗 对吧 当然了你可以在这 找历史延期 你可以做 所以你一直说 美国的移民观 现在眼神被训练得很精准 他一看 不管你肚子有没有隆起 他一看都知道 你是不是孕妇啊 他大部分的在机场来讲 现在这个孕妇的特点 是来得越来越晚 原来可能是长 还长长延延的 现在直接挺着 大肚子就进来了 反正我见了好几个 五六月份七八月 但是我后来觉得呢 美国政府或者美国在移民 就算了 他基本就让你过去了 所以你意思说 现在有很多孕妇 她是明明已经骨折肚子了 然后她还跟移民观讲 说我没怀孕 我没怀孕 然后我不是来自己生下来 对或者说我怀孕 我要回去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个人建议 就是说 现在这个时候 你说我给你出一个很好主意 我觉得我没有一个很好主意 但是我千万就觉得 美国这个移民观 他比较不喜欢你撒谎 不喜欢你呢 就明明是怀孕了 你都看见 你都怀孕 你不怀孕 你说啊 反正我后来我的经验就是说 进来以后呢 你直接了当说怀孕的 那他觉得你骗他的情况之下 他会把你一个大腹扁扁的 这个孕妇直接原机遣返吗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为什么呢 就是说呢 美国呢 这个政府啊 这个很怕一件事 很怕你万一把你遣送回国的时候 这个小孩流产了以后呢 这个人命 这个美国人命比较值钱 你有个律师马上就来 起诉美国政府来了 对吧 最近有个案子 这个我一个朋友起诉 同一个联邦政府赔了1.6个million 但是他是另外一个案子 就跟这没关系 但是就是说他宁可让你 但是他会在你护照签个字 这个护照就是说 他也觉得 护照有一个签 他说你不能美国调整身份 你不能美国转化身份 甚至有的把你签证给你取消 取消也告诉你在这 只有15天 20天 30天 你小孩明明是三个月以后要生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目前一个发生很多 而且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大家今天拿出来这一个活的案例 给大家提醒一下 那还有一个所谓的 gain for employment 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OK 一般来讲呢 这又是签证的时候 涉及到怎么来美国 他问你的话 他说你到美国去干什么 这个中国人说我到美国去工作 你在美国不能工作 因为你是B1B2签证 这个叫gain for 就是你在美国呢 有报酬的工作 这个案例呢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新的案例 这个案例 这个人呢在杭州 我前一段回去了 他呢在美国住的是一个公司 雇了很多人 很多人以后呢 他进来的时候呢 他说我到美国去这个 去访问 进关的时候 他不会外语 我觉得不会外语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一个亏 就是他看着你就不会外语 他就跟你去 去了以后就翻他的包 翻到一个公司注册文件 他说你在美国还有公司 当然了 我是觉得 还有个特点 就是他碰了一个不友好的移民官 据他说 我不是对韩国人有这个偏见 都是个韩国人 他说的当然比较过分了 他那就很 这些东西我没法证明 只听了一面之词 但有一点他说的 他拿了一个公司 他说你在美国的B1B2签证的话 你不可以在美国开公司 不可以在美国雇人 对吧 这个比刚才那个比较厉害 这个就当时就是把它 他护照给 就是这个给吊销 吊销以后给他一张纸 叫原级遣返 五年不许入境 这个东西呢也有 有 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 会关起来 那他还比较拉 他就问你要不然你就关起来 在美国待着 要不然你就回去 那他选择回去 回去以后呢 他拿了一张纸 这张纸就告诉他 整个他撒谎的整个内容 就是五年不许入你美国 叫他做所谓601豁免 就是你呢可以通过律师 向美国移民提出来 那当我们找的理由 就是说呢 我并不知道 什么叫gain for employment 对吧 那就说呢 我虽然在美国开公司 但是第一我没有拿公司 我只做一个被动的股东 对吧 我在中国 反正就很麻烦 因为什么呢 如果他批的还好 不批的话 你五年不许进美国 所以今天我把这两个 在入关的时候的两个 这种活生生的案例 或者前一个发生的 我们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生孩子人很多嘛 给大家对吧 我觉得凤凰卫视这么多年 给大家有一些指导 有一个告诉大家 处理怎么处理情况 所以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大家在签证 在美国领馆的时候 就要特别小心 自己每一句话 因为呢 你拿到签证 并不能保证 你一定能进到美国来 因为到美国以后 国土安全部 可以拒掉你的这个 所谓签证的申请 或者是给你一个 很短的11天 让你待在美国 因为这个待在美国 你既然没关系 他知道 但你下次再入关的时候 就麻烦了 对吧 他拿你签证 他都在电脑上一看 他这电脑的这个记录 可以保持几年 11年 甚至更多 那现在大家还知道 一件事 我换一个地方去 因为现在全是联网了 大家知道你在美国 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要打一个指纹 你入关的时候 还要打一个指纹 言外之意就是说 这个当然不是说 针对我们这个大陆 台湾 香港 是因为美国反恐的需要 对吧 美国现在就是整个建立一个 全球这个恐怖分子指纹系统 因为他宁可是多小心一点了 他也不愿意说 好像我漏掉一个事 所以这样的对很多旅游者 就发生矛盾了 就是他有的时候 他不明白 特别大陆来的朋友 很多都不会外语 对吧 而且呢 这个又正好赶上 有些黎民官 就是或者海关执法人员 他又觉得 我就觉得 人越多了 人越招人烦 对吧 这个你刚一个人就好一点 对吧 又以稀为贵 对 反正就是说 我把这两个事情呢 跟大家提出来 供大家的一些参考 那所以这就是 你在入关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的 不要掉进这个移民局的陷阱 然后呢 如何回答这个执法人员 是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智慧 那么你到了美国之后呢 不是代表说 你这个合法身份 就会一劳永逸了 对 像有些留学生 他来这边 他其实是 原本身是真的要来念书 可是念书 念到一半之后 家里出现经济困难 没有办法工啊 继续读书 那他自己要在美国生活啊 所以他就打工了 那就身份黑掉了 黑掉的话 是不是代表 他就永无见到光明之日呢 文心你又找了一个好的题目 这个实际上 我们就是又碰到很多 现在不断对旅游开放了 美国的学校 也对这个大陆开放了 从前是对我们研究生 现在开 现在为大学 现在是从这个中学往小学都开始开放了 我就看了一个小女孩 七岁拿了一个F1的签证进来 I was so amazed 说七岁就有foreign student 她妈妈是B1 她是F1 我都不相信 但是她确实有这件事 那呢 您刚才讲的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你在进来呢 大家一般的就有一个表 叫I20 I20表格 每个学校都给你个I20 他对你要求很简单 你录取以后 你第一你要上学 第二你要交学费 第三你不能fail 你不能得C 得C了以后 你签证就取消了 你就等于out of status 那很多人来了以后呢 没有这个心理准备 准备了一年的钱 或者准备三年前 他不知道美国上大学 还是比较正规的 美国的大学不是说 随便就可以瞎混 你还要争取 就是天天上学 而且这些小学生来 也没有家长照顾 就一个人在这 这个东游西逛的 所以很多孩子就在这 就out of status 就是说就黑掉了 黑掉了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其实呢 就如果在黑掉 你这个签证没到期的时候 比如他三个月黑掉了 他学校没有 你可以再到境外 再进来 但如果你三个月签证以后呢 你就得回到中国去 再签证 但如果你要是 如果实在是黑掉了 就是说很久很久的话 那确实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建议 就是说呢 我建议就是说 第一找一个律师 去咨询一下 如果你黑掉两年了 我是觉得很难 就是你面临一个选择 如果你黑掉两年的话 你回国以后 你十年不许入境 这个法律还在 就是美国是 如果你黑掉了半年 你三年不许入境 你黑掉了十年 你黑掉一年 十年不许入境 所以不许入境的话 就是说你 第一你在美国也算你 没有入境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身份嘛 有什么办法呢 有的会在移民法庭 他应该就给你地铁出境了 地铁出境过程中 你又可以结婚 调整身份 申请一些别的特殊的办法呀 对吧 这个都可以 但是我建议呢 如果这样的朋友呢 还是要找一个律师 咨询一下 那梦想法案呢 欧巴马现在在提倡 梦想法案 会不会给这些留学生 带来一线生机 梦想法案只适合于 在那天开始 应该是差不多两年开始 就是他不叫梦 叫搭法 叫他叫简单来讲 就是这个就是 延迟 延迟递解出境 只适合于在 奥巴马有个定义 是16岁之前 在两年前 那个时候算 16岁之前 达到美国 在美国高中学位 我们现在讲的 大部分的不符合这个条件 为什么 大部分这都是 这两三年进来的 外国留学生 所以外国留学生呢 是有合法签证进来的 对吧 那个一般讲的是 非法移民 已经在地铁出境中 或者应该被地铁出境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绝对不太适合 目前 以这个留学生身份 进到美国来 在美国黑掉的人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 不过这个 孙律师也解释很清楚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到美国来 顺利的入关之后 不要以为说 这个事情就 不要就把它掉以轻心的 有时候在美国 你的这个身份 是不是黑掉的话 你随时要注意 那么今天再次 感谢孙律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 谢谢 您正在 收看的是凤凰卫视